姊妹俩讲故事 人生中生有一个猴子妹妹的猴子爸爸 猴子爸爸跟猴子妹妹 好了吗 猴子妹妹晚上想要去捞月亮 但是猴子爸爸说不行 然后他自己就村上外套走掉了 去了 然后爸爸就起床了以后没有看到月亮 我沒有看到 猴子妹妹 然後她就前往 猴子妹妹走的路